俄罗斯挥军进攻乌克兰 双方交火超过一个星期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最近一段时间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过最多电话的领导人 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马克龙试图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昨天普京和马克龙通过电话之后呢 法新社和路透社引述法国总统府的消息指出 俄罗斯表明不会妥协 如果无法通过外交方式让乌克兰人放下武器 那普京一定会让战争行动进行到底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达成乌克兰不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目标 而消息也说 马克龙在通话当中也警告普京 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 那俄罗斯最终将会承受极大的代价 除了在国际社会被孤立 也会因为国际制裁 导致俄罗斯长时间被削弱 而相关的消息还说 普京的目标是要占领整个乌克兰 而马克龙也相信 接下来的情况将会更糟糕 另一方面 俄罗斯如今是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 乌克兰军方星期三重视 俄罗斯的空降部队已经降落在第二大处是哈尔科夫 企图要攻占夺城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哈尔科夫的市长透露 俄军从四面八方攻进了哈尔科夫 情报还指出俄军引爆了一颗杀伤力惊人 俗称是炸弹之父的真空弹 情势非常危险 而在首都基辅 整座城市持续笼罩在滚滚浓烟当中 俄乌战争迈入第九天 乌克兰首都基辅依旧不平静 多栋建筑物接连遭到导弹击中起火 整座城市笼罩在滚滚浓烟当中 由于担心俄军会再次发射导弹 就算火势越来越大 消防员都不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灭火 在俄罗斯军队步步逼近的当儿 当地一所药房怪排满了长长人龙 老百姓们冒着生命危险等待买药 另一边乡 在基辅西北60公里外的小镇 波罗江卡 从民众拍摄的手机画面可以看到 原本热闹的小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 多栋建筑物严重损毁 只留下一整地的残垣拜瓦 街道上也空无一人变成了死城 战争一天没停止 手无寸铁的民众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逃亡保命 这几天下来 不管是首都基辅 还是西部主要城市利沃夫的火车站 都挤满了逃难的百姓 不少人在离别前和家人拥抱道别 有的甚至留下不舍的眼泪 由于等待逃命的人实在太多 很多民众都买不到火车票 然而就算买到火车票 还是要等上十几个小时才能搭上火车 有的乌克兰民众可以逃难 但当地的男子却别无选择 必须留下来保家卫国 在利沃夫一名前乌克兰士兵 就凭着自己的经验 教导百姓们如何安装和使用枪械 以便当俄军杀到时 还有一门防身之术 除此之外 在利沃夫的路上 也能看到一些志愿者 齐心协力挖掘土地 破建地下室 每天都在一片段时间 我发现了爆炸击时间 去Kyiv 我住在中心 我住在平均的地方 我住在患者家里的地方 我找到的无论 优越所从事开始 在原谅上 是不同的